全風 鎮住邪惡淚 大到 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 八點到九點半 條理龍目蘭花系主理 現代蠔客轉 客家佬 牛精文 艷雞 大咪 啤梨 香港島大埔入禁區 起江殺門 終未入 這麼好機會也殺不入 香港隊殺完完 不用這麼悲觀的 劇邦夢夢想和鹹魚無分別 等我告訴你香港隊 怎樣才可以殺入俄羅斯決賽州 實際想 港隊現在在C組 守名出線有難度 所以要去俄羅斯 應該要過四關 第一關 爭取最佳賜名的 進級12強 小組守名自動出線 進入亞洲12強 12強剩下四個席位 由各個分組第二名爭奪 當中戰績最好的四隊 就入到12強 入到12強 抽籤分AB兩組再鬥 到時對手估計有沙地阿拉伯 約旦 南韓 北韓 日本等 即使葉鴻輝 陳七 和自稱天才的虎哥李志豪 劇到變超級殺雅人 港隊差頭兩名直接出線都不難 那怎麼辦 所以要爭取以小組第三名 和另一組的第三名 踢主客兩個回合 贏了就可以進入富家賽 和中北美洲六強賽的第四名 踢主客兩個回合 估計到時對手都是紅刀拉斯 哥斯達黎加亞 就是亞馬加之旅 另外到2018俄羅斯世界杯見 到時就算沒有國足 集中都要狂我 哦 我明白了 對了 談了那麼久都不知道怎麼稱呼 人人都叫我做盧叔叔 俄羅斯世界杯見 好 回來第四節的現代學 主 我叫你 謝謝 這一節的題目叫 眼光遠大意志要堅定 香港就要拿世界杯 其實如剛才的盧叔叔叔 我們是盧比島的 我們是足球小象 我們只要進軍在俄羅斯世界杯決賽之後 32強會分成8組 我們只要在力拼小組排入第二位 我們會出線在16強 然後一場淘汰賽制 加時打和加時 加時再和射12馬 只要我們堅守一關一關一關 再過多次一關 我們就可以舉起以前的大力神杯 但是1970年 巴西三奪世界杯之後 把大力神杯捧回巴西之後 現在又有一個地球 不是 現在地球的才是大力神杯 應該是 之前那個不是 雷米金杯 雷米金杯 是紀念法國人 就是創辦世界杯的法國佬雷米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大力神杯捧回來 放在金字經旁邊 也挺好 好嗎 9點領了 好 好 剛剛完場了 香港作客馬爾代夫這場杯 幸好就憑直著上半場 我們巴西的外援 保連奴 射入一個十二馬 終於一比零 射擊敗馬爾代夫 取得寶貴的三分 射擊敗馬爾代夫 但是我們上個星期 射擊完射擊中的安排混亂 更是射擊你毫無慚愧知識 然後就說 我也沒有辦法 射擊你 我也想不到今次賣票有什麼改進空間 但是我告訴你梁孔德 最簡單的 第一 你覺得肉酸嗎 就是排隊 因為要講公聖 就鬥早 你公佈之後 你公佈之後 你公佈 我認為是比較公道的 是幾個星期前公佈 你誰敢付出的 我分三個星期間 先到先行 我都去買 你去買 第二 就是抽獎 不是抽獎 抽獎 但是當然 這是我們當然要 搞豬 或者押下一些 吵你老母 抽獎的會計師 他們的明星 去做公正人 那就公道 吵你老母 現在老老實實說 今時今日 你的偽價計比例 我們認識一個朋友 只有兩個人買到一張票 一個就是剛剛出現我的菠蘿 一個就是吵到佐敦 佐敦師傅 以我的朋友 幾千人裡面只有兩個 你計比例 吵你老母在全香港 有多少人買到 現在的問題就是 就算你真的賣家計算 張飛出街 因為你不夠透明 我們都一樣是懷疑你 大哥 七百萬人欠了幾千個 好了 那究竟我們是吵甚麼呢 我們今天是吵 上星期其實說過了 我們再吵心一棍 因為後來我們發覺更多問題 事源是關於他們今天 作客馬爾代夫的一場賽事 上星期我們未收到的訊息 吵你老母 今天收到這個訊息 而現在 興州以過萬松山 就好像沒那麼勞氣 就是僥倖 剛才下半場 尾段 末段還要被這個賭國 馬爾代夫 吵你狂攻 好了 然後還有 吵你老母 很簡單的一件事 現在今晚 踢完這場球 為甚麼要趁早時間 因為香港隊員 就說 希望可以早一點 踢完 就早點打擊 回香港 為甚麼呢 因為那邊的確 是有某一程度的危險性 果然現在在戒嚴 於是乎 那邊是在戒嚴 是的 於是乎 他們想快點回來 好了 吵你老母 是 現在 贏了球 就贏了 是否能夠齊齊整整回來呢 我當然希望沒有甚麼時間 但是這個梁 梁孔德 梁孔德 他真是欺眾之欺 夏家佬 你逐樣說 由馬爾代夫 今日的入場人數可以開始講起 第一 那裡已經出了旅遊警告 不用說了 旅遊警告就是代表 你香港人過去 基本上是危險的 是 是 好了 你身為一個 中國捉總 過 主席 第一交易 是不是 你又不陪 你既然不陪 那應該不陪 香港人過去 開甚麼同學會 全家產 喂 你看那個場 剛才 看了片段 看了一點 那個場好像是薯仔團 幾個人 我相信都不到五百人 少知又少 為甚麼你不去爭取 不用爭取 夏家佬 我知道 原來 人家本身 都想放棄 是你自己 我相信他不想的 是這樣的情形 馬爾代夫因為自己的場地很難 所以上一次 對著中國足球隊的主場賽事 他就提出 我的場地這麼難 於是 是得到 國際足協 亞洲足協 以及其他的主辦單位 即是球隊 沒有反對下 他這場球 即是他主場對中國的那場 他就在中國的瀋陽上打 中國就承諾 給他所有門捐 我們看看 馬爾代夫當然 全都沒有那麼開心 屌你了 因為原來 你看剛才的主場對香港的賽事 都是那三五七人 因為足球 真的不算是他們一個 熱滿的運動 在大平洋賭國 我想他們都流行 甚麼籃球 甚至乎甚麼籃球 我不知道 回教國家 但足球不算是最熱滿的運動 應該是這樣說 他們去中國當然屌了幾萬人 收獲景 很開心 好了 於是乎 他其實是曾經諮詢過香港的足球 說他們是怨美的 如果 因為 記住 他場地問題就影響了他那場主場賽事 他肯去中國作客 即是多兩場 變成兩場主場在中國打 但是 今次就不只是場地爛的問題 是因為政局的問題 是 危險的問題 於是他跟香港的足球說 喂 如果你們是熬底的 我可以過來的 因為你吃碎之味 過來香港 油手飯 不要說幾萬 幾千人都過了 他們是窮鬼 OK 香港的足球說 不用 你們好嗎 在你那裡踢 OK 好了 你看看剛才那個薯仔田 他賴國際觸檢不給的 你看看 剛才那個薯仔田 國際觸檢怎會不給的 你們已經談到數 好了 好了 薯仔田 他不僅因為天氣不好 養草不適 我們很有理由 他專門去刮些草 來影響你們香港隊的表現 你那個平時是蔡田 你媽 那你香港大球場 為什麼不想可以 又是你捉蟲的問題 用大球場來聽 我們就可以進去看 你刮爛爛地 刮爛爛城 失敗的禮 全世界的國際賽事就是這樣 就是了 你最簡單填平就可以了 你不要說有個洞 讓人家會斷腳 這樣就可以了 人家有場地主任看國 OK 你一定要綠草如恩嗎 溫暴來嗎 油獎求唱嗎 昂能夠的 好了 然後他為什麼不去呢 梁孔德說 你剛才說錯了 他是不是去參加同學聚會呢 他說要留在香港籌備同學聚會 他叫你籌備 你這個人渣之中的人渣 梁孔德 你作為香港足種的主席 你把所有的利益 現在看得很清楚了 這個國際足協 馬爾代夫 中國足協 和香港足協 就全部 根本就是想被焗 即是想被焗 射死 我報了 一句都說了 好了 但是大家 你看著 又不用這麼好戲 憑著你這個 我一輩子未能見過這麼差的足球隊 你老母的首位 你即使去到第二 卡塔爾第一 簡直是 定了 99 而我們上兩個星期聽完 主持KC 講完中東之後 我們又知道卡塔爾 原來 他很厲害 我想他也未必會買你台戲 會不會當你們是中國人的朋友 原來 你們現在 你們最看不起 成生味 你們不懂得分 阿賊還是阿拉伯人 原來是最看不起 中國人 為甚麼 中國人 笨子 走 走 我真的知道 卡塔爾 當然不會賣你帳 即是說 剛才那段片 你即使中國去到第二位 你憑甚麼 在亞洲十二強賽 突圍而出 你當然是排不到第三 第二名 小組 即使第二名 你再在兩組再打 再贏 再要贏 今年我告訴大家 第四名 美洲未必是哥斯達尼加 因為現在智利都打上來 分分鐘是巴拉圭 烏拉圭 你凡甚麼入世界盃 你哪一隊 你都打不到別人 但是作為 運動 輸贏真是好閒 真是好閒的事 你作為香港人 香港政府 香港足種 你有甚麼理由 你簡直是賣國 你是串通外敵 撩取個人利益 撩取個人利益 撩取下星期十七號 今天是幾號 今天是十二號 十二號 還有五天 旺過我們 星期二 你瘋了一條街 這個世界上 各位朋友 我很相信一件事 實在是這樣的 奸就有奸輸 現在 我未看過group table 是怎樣的 香港應該多打一場三分 但是得失球 就遠遠不及中國 我不知道他的賽制是怎樣的 但大部分國際足協的賽事 通常就算得失球先的同分 所以下一場賽事 最簡單直接 香港不是和 是擊敗中國隊 踩低中國 撩你了 各位網友 如果想一賭我們風采 一定要王國 一起參加這個 撩你了 重組蘭花系之前 撩你不是重組 即是開始 準備再活躍 我們已經計算過了 撩你了 現在都年尾了 一年後 隨時我們都有三個立法會議員 到時我收你五下板 三個六個立法會議員 撩你了 大家打了泰國車華 撩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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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這麼容易讓你們看到 下星期 我們就旺角了 在哪裡看 場外 不要理他了 我們要早點去 不要理他 進不去場外 就場外 這樣就沒得看 怎樣 怎樣也好 不能看 首先 如果有附近上 對面的朋友 你懂得這麼巧 聽到節目 撩一條線下來 不要撩一條線 你首先讓我們上去 幫我們上去看 有沒有在下面玩 撩一條線就好 怎樣也好 因為有有線電視就好一點 有線的 你用這些 不是說算不算 他省不省 塞車他看不到 OK 那些好位 就看要怎樣去爭取 絕對我們就不會是酒吧 不會上來這裡搞 不是 一定是 一定是唱 不用說 我唱一首 我們就鋪了上去 那首 我們那首的版本 我發覺很多人 就不會唱 但是在這個節目裡唱 似乎有點操作 但是 最正康園的版本 我試試今晚 我自己錄完 我放上Facebook 一起吊他媽媽 那就OK了 你穿BNO入場 下星期 波羅 你穿BNO入場 下星期我會穿 你老母的藍花 是天地道這件衣服的 到時就比較容易認 我穿過 我是香港人 總而言之 我是香港人也可以 藍色那件 總而言之 姦有姦輸 吊你老母 是我們香港足球 搞到 走到今時今日 還有 差一點未講 還有那個高帆 在一個中央組 不讓他下來 吊你老母 他是我們最有威脅的球員 就說他傷了 吊你老母 你香港足球 我經常看這些 外國的阿仙奴 吊你老母 叫他代表英格蘭 阿仙奴又說他傷了 英格蘭的人馬上說 不要說那麼多事情 馬上派過軍事來驗 吊你老母 你剛剛這個高帆 就是商量十日 剛剛就是踢完這個 吊你老母 香港對中國就沒有 你出了這些陰招 第二個我們不會去用陰謀論 中國就當然是這樣的 所以各位 這個世界上 要維持足球正道 中國是不可以贏 不能夠更加 不能夠因為 我相信習近平 有偉大的紅太陽 他不會這樣 一個熱愛 FREERP的足球的人 他怎麼會容許 人家搞小動作 一定是他下面的人 不想之定 亂糾那麼搞 亂糾那麼搞 不關我們偉大的 習總書的事 好 下一次回來 星期二 王國 好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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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即停止非法轉載 低族頻道之所有節目 一經發現 必定送官救治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